这么快就亲上了 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那你干脆趁热打铁 一举把盛南方拿下 怎么拿 女追男隔层山 你就按我说的做 保证盛南方她招架不住 这条领带跟穿你的舒服 女追男第一招 有意无意制造暧昧气氛 让他把持不住 我自己来就好了 第二招 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先抓住他的胃 盛先生 盛先生 早上好 来 坐 盛先生 今天早上 你是想吃中式 西式 韩式 还是日式的早餐呢 我一个人吃啊 当然 这些都是我一个人 一大早亲自为您做的 你一定要把它吃完哦 第三招 抓住一切出现在他面前的机会 让他习惯你的存在 又怎么了 当然是谈工作 我记得盛世和天启 没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马上就有了 我呢 我呢 想和盛世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天启能够为盛世提供你们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 这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 想要让大家认可 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下盛世 他到底想真心和盛世合作 还是想趁机控制神室 这么大的事情 我得问问股东们的意见 他们应该都下班了 不然这样 我们先去吃饭 明天再聊工作的事 我还有事要忙 盛总就是这样招待自己的合作伙伴的 这里环境还挺美的 特别适合约会 也就这样吧 第四招 公开求爱 让他无处可逃 南风 你愿意嫁给我吗 南风 刚刚二位也看到了 苏绍妍整天就职的胡闹 丢人现业 让这样的人领导天启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宋总所言极是 他毕竟是在乡下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 一个野丫头 能有什么见识 我们廷号就不一样了 从小到大 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 天启该由谁来掌舵 二位心里应该都清楚吧 我早就这么想了 来来来 咱俩啊 敬我松绒一杯 来来来 这些天我辛辛苦苦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到底还有哪里不满意 你做之前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吗 这些天我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我有一点自由吗 我是个人 不是你的小狗 大队牌 西婉安 怎么办呀 盛南方他根本就不吃这趟 这些招式都没错 错呀 就错在你表现真的太强势了 我怎么强势了吗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盛南方已经失忆了 他以为自己还是七年前那个呼风唤雨的盛世总裁呢 结果呢 现在处处被你压着 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 男人吧 总是要强 要面子 那你告诉我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若隐若现的性感最撩人 你在趁机展现柔弱焦羞的一面 盛南方他一定把持不住 鸭子 你怎麽 你 你 啊 啊 怎么了 好痛啊 我的脚崴了 站不起来了 你帮我回床一下会不好 真的好痛啊 我给你去拿药 苏少爷 你这演技 不屈演戏可惜啊 不是这样的男方 我 我是来给你赔罪的 我是来给你赔罪的 那天在餐厅 我不应该让你下不来台 对不起 如果你接受我的道歉 就把这杯喝完